评书快刊 民国军阀演义 延西山第六讲 西安事变爆发了 这延西山接到这个电报啊 非常意外 他没想到啊 一时拿不定主意 他连夜召开了近系高级官员的会议 商量怎么办 延西山看了看大伙 各位啊 没想到张学良太满安了 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 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啊 咱们现在已经元气大伤 延西山的言下之意是如今尽系正处多事之秋 正面临着日本人的威胁 要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保住自己的地盘 而单凭尽随之力是很难办到的 还需要得到南京中央政府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 这个时候闹出事来 他感觉都有点发毛 经过反复的权衡 延西山最后还是决定 拥护南京政府 营救蒋介石 谴责张学良和杨股长 张学良 打出电报给这延西山 一看没动静 立刻派自己的代表李金舟到太原 让这延西山出面 调停这事 看看怎么能把这事完美的解决了 延西山想了半天 我觉得这事来个四爱 爱护国家 爱护领袖 爱护领袖指的就是蒋介石 孩子就是爱护副司令 这副司令就指张学良 有时候延西山没啥事也琢磨 说把蒋介石给他扣押了 对 这也对 你看这蒋介石他不抗日 都整到家门口了 这日本人 最主要老延是怎么想的 这日本人对我山西有威胁 你说你老蒋提出这个 让外币先安内 你先得把这红军打完了 再去打日本 那你先打日本 那回头调过来再揍红军不一样 你分这专事这些事得颠倒过来不就妥了吗 但是他又觉得张学良这个事做的比较对 所以了 第三条就提出来了 要爱护副司令 爱护东北军 这四爱出来了 敢张学良这个代表 回到西安立刻把这话告诉了张学良 说现在阎西山呢 有这么个四爱政策 你看 怎么办 张学良一看阎西山提出的四爱 既站在蒋介石那边 也站在自己这边 但是暗含的意思 阎西山已经告诉张学良 得想办法让这蒋介石抗日 但是最好别动武力 咱便把内战打出来 因为现在啊 国民党比一下 就蒋介石比一下 几大干将像何英卿等 就要动武 就要对这个陕西西安撒兵 在这期间 以招来的团长的中共代表团 已经到达了西安 为张学良和杨虎成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行使 对事变提出的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表示支持 并阐明了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后来西安事变得到了解决 西安事变却推动了近系 也就是阎西山与中共的联合抗日 到12月下旬呢 近系阎西山和中共已经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上达成了共识 双方建立了徒步通讯站 近系解除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开始有了商业往来 在山西境内 博一波等共产党员利用西蒙会广泛开展了抗日组织和宣传活动 开办了各种学习班 阎西山也提出来了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 武装民众进行全民总动员的口号 在当时啊 有一个刊物叫上海党生 曾有篇文章描绘写 不分国与共 共祖同盟救祖国的统一战线歌声是响彻了晋阳大帝 山西全省进入了抗战准备阶段 全国抗日形势日渐明朗 连共也逐渐的摆到桌面上 1937年2月 双方正式建立电台联系 七七事变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允许中共在山西公开活动 9月初啊 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正式成立 从而宣告 尽系于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全面开始侵华战争 我29军官兵奋起抵抗 副军长通宁格 1320师长赵登宇等 以身殉国 日军把大量的兵力投入了华北战场 有7个师团增加到12个师团 总兵力达30万人 于7月30日 占领了天津和北京 卢沟桥的封面 揭开了抗战争的序幕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 呼吁全中国人民 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寇的侵略 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 抵抗日寇的新攻击 7月17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 表示要聘全民族之生命 以求国家生存 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 日本七六军占领北平天津后 又兵分三路向国内地进派 一路沿平汉县南下 直指河南 并分兵进攻杨子关 一路沿京浦县侵犯山东 在民族面临危亡的情况下 蒋介石加紧了军事部署 于8月1日 电影各地军政大员赶赴南京参加军事会议 商讨国防大计 8月2日 阎锡山带领几个秘书 趁专机到达了南京 会议讨论了目前华北的局势 鉴于战事扩大 决定把全国化为五大战区 晋随属第二战区 阎锡山被任命为该战区的最高司令长官 辅责指挥驻山西隋远和查哈尔的部队进行抗战 晋随军共编为两个集团军 第六集团军由杨爱元任总司令 孙楚为副总司令 那么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当时啊 属第二战区序列的部队 还有驻随远的中央军汤恩伯 十三军 还有门炳月的齐七师 高贵兹的准中央十七军 查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的第14三师 此来还有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 那么这八路军呢 九月十一日改为第十八集团军 诸多任总司令 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这阎西山对近随的局势是颇为担心的 开完会马上就回去是部署战优任务 大战是一除即发 马上就要开打 阎西山呢 既是高兴 又是担心 又是害怕 各种滋味 苦辣酸甜 交织在一起 也说不上什么滋味 没啥事了 阎西山就问自己 我这心里啥滋味呢 我这滋味谁知道呢 各位听住 他心里的滋味 谁也不知道 就说书的我知道 说你咋知道 你看我要不知道我能说吗 阎西山一怕日本人打进来 二怕国民党把他吃掉 三怕共产党将来占领山西 就怕自己没地盘 阎西山现在想最好 还是我独立王国 日本人最好便打 你八道军也不要往这插手 蒋介石你也别来 我自己在山西当我的土皇帝 我挺得挺得的 他就这滋味 可是现在要打仗了 没办法 阎西山回到山西 立刻布置了战斗任务 他的军事部署是这样的 这个日本军啊 由南口居庸关进攻 他必然沿这个平随县向西北进败 他以副作义为平随路总指挥 戴索部三十五军六十一军 陈长杰的七十二师 马首燕的独立第七旅 孙长盛七兵第二旅的 利用地形在南口居庸关一席 对日军是节节足迹 削弱和消耗日军的兵力 杨爱元的第六集团军 集结在燕北地区的广陵丘临一带 并将王靖国 金县章各部 也由隋远调来此地 集中优势兵力 一代劳 然后将副作义所指挥的部队 转移至大同以北地区 边位北兵团 杨爱元所指挥各军 边位南军团 右敌进入大同地区 施行南北加级 一举揭担日本于大同地区 打一个漂亮的大同贵仗 八月上旬 日军里三个师团的兵力 向平随铁路 东断了要塞 南口大举进攻 南口是北平通往近随和山西的咽喉要地 如果南口不保 势必危及山西门户大同燕门关 担任南口正面防务的是国民党 湯恩伯第十三军 进随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杰 独立地区旅马首燕部 他们分别担任南口右翼 横岭城一带军庸官以西的防御 由湯恩伯任前级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 守军呢 依托长城天险和日军展开的泥死活活的激战 战争打得非常残酷 多次击推日军的疯狂进攻 双方伤亡惨痛 湯恩伯分别致电蒋介石 阎西山附作义马上增援 蒋介石电令魏力皇带领第十四军 从石叶庄赶赴南口加以增援 阎西山命令附作义派一个师的兵律增援 八月二十日附作义的援军前方已经到了花园一带 准备反击进攻南口的日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最关键的时候 在查尔北的日军正在急攻张家口 附作义啊 怕得张家口实现 落在日本手里 截断南口守军 如果张家口实现 那就等于截断了南口守军的后路 他急令211旅 孙兰风带部队回援张家口 而魏力皇部在行之永定和右岸时 却遭到日军的足迹 是被迫撤走 南口守军孤立无援 再加上查哈尔刘汝明部队 在张家口地区不战而退 更使南口伏辈受敌 打到25日 守军被迫撤退 南口失守 29日张家口也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南口失线 落在日本人的手中 山西东北边境 完全暴露 日军乘胜直逼山西 山西行事顿时紧张起来 阎西山一听啊 哎哟 坐在凳子上 你还眼发指啊 望着那墙上的军事意图 他感觉了一阵模糊 心里琢磨 这南口就这么完了 几十万大兵上去就没顶坐 啊 阳西战 你看人家高兴神能坐师 喝酒 喝多了能坐师 啊 酒来了 实行大方 我们这老颜不是吗 几十万大兵败了 南口丢了 能坐师 他坐着手师 这诗怎么做的呢 南口之力 诗全衡 准备毫无守合成 八十精兵 损半数 致使艳随 网经营 要不说我们这阎西山啊 真是个大商人之后 真是个买卖人 这战争的诗词 后边都给你加上经营俩队 我再给他添上俩字 开业 诗诗 艳随 网经营 开业 阎西山立刻召开紧急会 把些将官叫来了 各位啊 我们一定要保卫住家乡 现在日寇 如此残忍的进攻 我三军将士男儿 要为民族 为祖国争光 为这些建官们打刺 立刻部署战斗任务 不过那时候啊 蒋介石 由下令将滩安博步 刘汝明部 调往平汉县 仅留下由高贵姿 八十一师和李仙周 二十一师组成的十七军 归第二战区序列 也就是归阎西山指挥 致使阎西山有兵力不足之吧 这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天阵 哎呀这个时 阎西山感觉到非常吃惊 这都打得天阵了 日军的作战意图 并不是在大普 和燕门关一线 而是灵修平行关 攻占了平行关 就等于抄了燕门关的后路 从背后插进山西 这阎西山一开始 不是搞个会战大仆吗 没有成功 现在这日军准备攻平行关 阎西山原来以为啊 这个地方的地形非常复杂 为用兵之大计 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要不对这个地形 非常的熟悉 任何人都不会冒这个险 哪知道日本人竟偏偏选择了这条路 哎呀 燕西山就琢磨呀 如果对这个平行关一带地形 要不熟悉 他不敢往里进兵 谁把那个地势地利 告诉给日本人呢 莫非说有奸细充满呢 他左思右想 突然想起一件事 这个日军主力的指挥官 名叫板渊征次郎 这个板渊征次郎 大家都知道 那是很有名的 一名战犯 是燕西山早年 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 1936年的夏天 这个板渊征次郎 以关东军使者的身份 来到了山西 板渊在拜望老同学燕西山后 声称要到山西做一次旅游 燕西山一听 你要旅游 我这山西也没什么可看的地方 他心里头还真就防备了一手 可这郑子郎非得要看 老同学 山西有好多风光啊 山西 哎呀我来的时候 还被山西做了首诗 呀和 燕西山一听乐了 老同学 你做了首什么诗 你听吧 山西好啊 山西没 山西有山又有水 山西的山清脆 山西的水 无味 山西就有一点整的不对 燕西山一听 什么不对 那醋太贵 谁说的我们山西的醋便宜得很 好喝 昨天我喝三瓶子 花三毛多 是什么呢 说句玩笑吧 这百年争死狼啊 要去旅游 而且要徒不走 燕西山一想这老朋友来了 那既然徒不走 那你就看一看吧 那你要上哪去旅下 到哪去游下 反正你连旅带游 啊 那就徒不走 我跟你安排车不行 不不不不不 我得要锻炼锻炼 我得锻炼锻炼 这燕西山也觉得 这个日本老同学 有车不坐 似乎有点奇怪 但是他也没在意 他也没想到这日本人呢 这小日本 静哗哗肠子 静哗哗点子 那么你这路线在哪呢 最后玩啊 这个百元 张四郎就选择了 由查海尔省 至卫县 到晋省的戴县 这条旅行县 而这百元 是借着旅行之名 旅游之名 对阎县的地形 做了勘察呀 如今呢 这百元带兵 从这里直插 阎锡山的后背 这阎锡山啊 这才知道当初 这百元的用意 这小日本 他奶奶的啊 你们早有就吞并 我山西的野心呢 小子 把阎锡山气得 大骂板渊 征次郎六个小时 没带虫瓷的 为了急救 这阎锡山不得不忍痛 放弃燕北和隋远 放弃大同会战的计划 下令军队 急奔拼新冠 他调的是第三十七师 第六集团军 副总司令 孙楚指挥的十七军 七十三师和三十三军的 两个独立旅 占领平行关 阻击日军 同时 令王靖和副作义所部 一日撤到燕门关内 准备在平行关进行会战 平行关的战役 打响了 生死如何 胜败怎样 要想听 下讲 再明 了 OK 那 这 我 你 这 这 感谢观看